聊天室,不要鬧了好棒 妹妹你保養嗎? 你22就在保養 我跟你講我22 我22還在美國開Party 然後早上就不能卸妝啊 因為就很累要睡覺啊 所以我的妝會帶超過24小時以上 除了這個之外 我當空姐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飛就是長途班 有些人喔 他們是會卸妝 然後提早半小時起來 再上妝 我怎麼做得到 但是我當空姐後期 因為跟同事 空姐眼睛真的很厲害 如果你皮膚很不好 他們就會用一種畫素 然後來告訴你 然後我就覺得是不是要保養一下 於是我就開始保養 不過我有一點點小後悔 我覺得我應該要更早的 回到台灣之後 你走在街上到處的醫美 拍YouTube的時候其實也很多來信 有邀約這一塊 所以呢我們很榮幸的跟 米蘭時尚診所合作 那我最主要是 偏於皮膚的保養 臉上我很在意的是我的班 因為在國外就是要曬太陽啊 在國外曬太陽呢 就是可以代表你的身份地位 有錢人才可以去哪裡 去去玩 你知道嗎 我要去烏拉圭度假 本蛋雷斯特 在美國就要去坎坎啊 一定會瘋狂去曬太陽 所以我應該是從 小學 就曬到現在 那在台灣就是一百遮三重 所以文化真的有大不同 那現在呢 你們準備就是要觀賞 我去米蘭時尚診所 做皮秒的印度 好啦那我讓大家看一下 就我之前搬點在這邊 我就是兩邊全國的地方 現在這邊應該還有一些 好像有成功嗎 好像有成功 真的假的 好啦就給大家進看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打皮秒現在就是一個國民的皮膚保養 我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其實在很多很多地方 做過皮秒還有 淨膚雷射 然後最後為什麼會選擇米蘭 其實我在米蘭已經 這一次要打第三次 就是我想要先試過 真的覺得說 欸它可以 達到我要的效果 才錄給大家看 因為皮秒在市面上 分蠻多種 我曾經打的 有打過便宜的 打過中等價位 其實我覺得 還是差蠻多的 我就是很白的皮膚 然後我非常愛曬太陽 13歲14歲就開始在曬太陽了 導致於 我現在皮膚比較容易偏乾 再來就是 我有幾個地方 開始冒出斑了 為了這個斑阿 不管是進膚雷射 皮秒還怎麼樣都好 我就是都問過了 但是其實我已經做了數十次 都沒有明顯的改善 一直到我來到米蘭之後 我打第一次 我就覺得說 啊怎麼改善得這麼明顯 那不肯打一次就好啦 但是現在已經幾乎是很淡了 就感覺它有點散開了 那再來就是 啊這樣照片看起來很漂亮有沒有 其實你再仔細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天啊小姐 你是應該已經開美肌了 但是你的毛孔 怎麼還看得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很煩 然後於是來到這邊就認識Eddie嘛 然後他就跟我說 喔你試試看 反正你先試試看 一次我試了第二次之後 我覺得現在毛孔超級縮小 然後當然他們有念我就是 就是每天保濕 要敷衍的膜 好啦好啦 這些東西要一起做 才會達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今天要給大家看一下 美蘭的皮鳥是怎麼樣 打完第三次應該 它又會更明顯了 那當然這邊有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你 我們再來邀請到我們的Eddie 我覺得它還是畸形的問題啦 它的整個原理都是截然不同的構造 所以它打出來的它的脈衝啊 它的概念就是會呈現它的效果完全不同 它才就是一開始我們就是因為皮鳥結緣的 但是因為它的班是非常難處理 非常困難的班 我有直接跟她講到說 如果你不是用這台皮鳥維色去做出來的話 大概市面上的機器都沒有辦法幫你做到很好的治療 對啊 你還甚至都有講說說 近膚雷射根本就不輸皮鳥雷射 對 因為我真的有在台中一家做過近膚雷射 然後我覺得打完其實跟皮鳥 到底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我覺得去打完反而近膚雷射 對我來說我覺得還比皮鳥有效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搖頭說不可能 我們這台應該是比較早期出來的 然後它也是正衡的皮鳥雷射 它不是只有改善你的困難 因為你班是不好處理的 班有太多種型態 至於它可以做到比較深層的去代謝到那個色處 為什麼我會推薦你這一套 它有一般皮鳥雷射 或是老飛說雷射 或是近膚雷射 能夠達到的 多效一擊的那個效果 你也不用當人家打雷 會不會讓你皮膚什麼變薄 會不齊很長 它其實會讓你還反而會有養膚的作用 所以毛孔亮度有細緻度 還有那時候我跟你說 打完妝會很貼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藝人跟小模 都會在他們有重要的工作的時候 親指片來打 因為會很亮然後很貼妝 最少提到的大膜 它有大膜 因為我就是用完之後 陸陸續續就是我的化妝師還有誰 會說你最近皮膚超好 然後他說 吃妝跟以前就是不一樣 我們是去年我就打了 然後我是幾個月打一次 因為你皮膚稍微敏感一些 再乾淋一些 所以我們會看狀況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就是一個半月打一次 你的話我們就建議兩到三個月 試試打 所以我拍這支影片 其實我很辛苦 因為我要跟三個月打一次看有沒有效 然後再三個月打一次 然後就是看狀況才決定說 欸這支影片適不適合拍給大家看 但anyway再下一個問題 外面也很多機 可是為什麼外面的價錢 竟然我可以打到五千多的 好喔其實那個本身就是雞王啊 就是我覺得它也蠻公主病 它是不能移動的 一台非常嬌醜的儀器 當初我們購買這台機器的時候 就一千多萬 所以它是雷射界中的藍寶皆名 可是因為它的成本實在是太高 那它每打一發也都會有靠材 喔所以你的意思是機器造成於它價錢的不同 當然這是一個要點 然後還有就是說 你每次打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兩種模式來治療你的皮膚的問題 第二個模式呢 光草雷射它最主要就是你的膚質 為什麼會變細會變亮 毛孔會縮小的 刺激叫你蛋白真正的 Keypoint 它每一發都是耗材都要錢 然後很多層所打得不是這麼準 喔所以它就是少給你就對了 然後我剛剛說的它的第一個模式呢 是沒有耗材的 所以有一些人也是號稱同一台皮鳥 但是它可能就是只有用第一個part 4 你可能會亮白一些 可是沒有辦法可以達到這麼好的效果 當然啦 大家不管你們不要選擇米蘭啊 這邊也是給我們補充一點小知識 喔佛心喔你 天啊 剛剛我們不是提說那束後要怎麼 它其實是我剛剛說的它可以養肚 可是說真的 因為像你們小時候的習慣是去曬太陽 現在大家都知道太陽已經不能這樣直接曝曬 所以如果說你有沒有做雷射 我們還是建議不要直接曝曬 或者你防曬油可能要擦好髮 那如果說有做雷射這些保養的話 至少不要在雷射術後的一週 直接去大曬特曬 其實沒有那麼難保養 它也是算雷射機器類裡面 反內的機率算很低的 而且反可以看手法 醫生的手法對不對 所以其實當初有這台機器的時候 醫生會不會操控也是它的一個環節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出發做我們的平秒第三次 好 GO 啊你戴浴帽穿這樣喔 因為今天我出門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瑪莉亞那首歌 然後我就想把自己打扮成很兇狠的小姐姐 結果不想要來戴浴帽 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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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尷尬 好 很尷尬 不小心 好痛喔 我真的很不耐痛 下面如果打過頻尿就很痛 在下面留言給我好嗎 趕快停播了 快點開燈 快點開燈 你知道現在是要叫你幹嘛嗎 幹嘛 叫你閉嘴 你知道現在是要叫你幹嘛嗎 叫你閉嘴 你知道現在是要叫你幹嘛嗎 可以啦 這次跟之前差很多欸 我之前打的就快變猴子了 在這一次打完後呢一樣會做一個紀錄 看說這邊的這個 斑有沒有 它可以就是 淡化到哪裡去 然後剛剛我們就是跟Elly聊了 美白症這個東西 那當然大家知道我的皮膚是 我是很白的 但是我就是要曬太陽嘛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我身邊都想要打美白症 所以我們下一集有機會 聊美白症給大家聽 掰掰 你看看我現在很像 就是做了什麼重大的臉型改變的手術 這隻手機 然後是整個 換臉你要換成誰 換成誰好難喔這一題 你要换那个嗨呀 我不要 谁要变成Uncle Roger啊